今天咱们简单给它做一个红焖肘子 咱们拿水泡一下 把烫好的肘子 给它拿钢丝球 刮洗干净 店家光烫的 没有自己烫得仔细了 我那把小喷枪坏了 回头再往上买一把小喷枪 洗了两遍 咱们把这肘子洗得差不多 咱们把葱给它切上去段 然后咱们把姜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然后给里边来点辣椒 然后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料酒 刚才那个锅稍微有点小 咱们换了一个大一点的锅 水开咱们把浮沫给它撇一下 焯差不多啊 咱们把肘子给它捞出 接下来咱们锅里边稍微来点油 油温四五成热 咱们把葱姜蒜给它下里边 然后再来点皮鲜豆瓣酱 咱们给它炒出红油 来点辣妹子辣椒酱 继续给它煸炒一下 然后来点生抽 稍微来点腐乳 炒差不多 咱们锅里边稍微来点水 然后咱们把肘子给它下到锅中 然后把炒好的料给它倒到 接下来花椒 八角 桂皮 香叶 草果 山代 紫草 给它下里边 然后给里边稍微来点水 来点老抽 给它上点颜色 一点点蚝油 再烹点香醋 然后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盐 上去咱们小火给它炖上一个半小时 咱们准备点粗细辣椒面 蒜末 白芝麻 还有葱花 生抽老抽 然后咱们给上边浇上滚烫的热油 给上边来点香醋 来点蚝油 咱们再来点这个麻酱 泄好的麻酱 我属于没有泄好的麻酱了 拿这个来点吧 水开后咱们煮点花粉 然后再来点香菜 我们是给上边淋上汤汁 其实这个肘子已经相当软糯了 并且极其软烂了 咱们先来一小块 我天这个色泽 照顾这个味精湿湿的小男生 根本把持不住 第一口先给粉丝老爷先吃 看着他这个状态 我的脸上洋溢起了幸福的笑容 再来一瓶蒜 再来一瓶蒜 吃肉不吃蒜 相当于没吃蒜 把这牛脂宽粉咱们给它拌一拌 这个宽粉说实话多少是有点宽了 这个香菜放的有点少了 这个牛脂宽粉好像适合深夜吃 而且我这个宽粉太宽了 跟个裤腰带一样 太宽了 再来 再来上一条 这一条超级长 这个是我们本地做的这个手感宽粉 嗯 接下来咱们再来一块 咱们来一块这个配合着吃 这没开始呢 就开始盖饭了 没想到这么快就进入盖饭环节了 嗯 哇 我先把这个粉吃了 嗯 嗯 那么别说高压锅的这个高压炖制啊 完全它不为所动啊 承受压力的能力还是比较大 这一块金头的我想太油人了 满满的幸福 可乐只要放在屋子外边就好了 吃饱了感谢大家收看 祝所有看我的视频朋友都在天气开心 拜拜拜拜 明天见